能夠簽署協議 希望將過去簽署的45項備況 路能夠繼續的深化 蔣萬安也感嘆 上海跟台北 同樣都是國際化的大都市 也都面臨了人口老化的問題 希望能夠共同合作解決 我跟上海市公市長在聊天的時候 他也談到上海市現在 也面臨非常嚴重的高齡化狀況 台北是同樣的 我們現在65歲以上長者的比例 也已經超過20% 也希望我們行之有年的雙城論壇 從2013年開始 而今年我們是第14屆 能夠把過去所打下的基礎 所共同簽署的45項備忘錄 能夠持續的深化 我想接下來 我們也希望把這一次雙城論壇 實質的成果 馬上能夠在接下來台北市事項推動 能夠參考 能夠建議